真实的茅山道士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知道道教茅山派 大概是来源于林郑英所饰演的茅山道士 剧中的林郑英手持陶木剑、三清灵、画风念咒、想摇诸鬼 这样的茅山道士行讲成了许多人童年的回忆 同时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了茅山这一道派 甚至想去茅山学习电影中的法术 那么真实的道教茅山派是怎样的呢? 那些神奇的道法是否真的存在? 说起茅山派就不得不提茅山、茅山、元明居曲山 位于现在的江苏聚荣市 茅山自古就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美誉 西汉有咸阳三毛军、茅盈、茅谷、茅中 在居曲山修道炼丹、救济世人 后三毛军陆续得到飞升 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德 将居曲山改为三毛山、简称茅山 道教将他们尊奉为三毛真君 并将他们奉为道教茅山派的祖师爷 到了晋朝 任成女修魏华存自有向导 后创立上清派 被誉为上清派第一代太师 道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黄庭经乃是老子传授魏华存所著 黄庭经是内丹修炼的主要经典 他主张的存资、福气便于修行 至此 上清派的初期规模已经形成 后期弟子杨熙和许密在茅山建立了上清宗坛 再到后来 齐梁陶洪景居茅山传上清清法 开创茅山宗 上清派遂为茅山派所承起 所以茅山派又被称为上清派 自唐末宋初开始 道教的正义天师岛 灵宝派和上清派分别以龙虎山 葛藻山和茅山为主要活动中心 形成了三山俘虏的局面 茅山派注重本身的荆棘神修持 通过存思服饰天地间的灵气 以及神灵的真气 从而可以修炼成千 也就是说正统的茅山道士 也是以闭关清修以求 长生为主 但为何 如今的影视剧里会经常出现 茅山道士 驱鬼捉妖的形象的 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茅山派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的支派 甚至在民间也有不少以上 清派为主的法脉 而这些民间法脉 又与民间法术 甚至佛法相互融合 这也就导致了 各种除妖捉鬼的茅山道士出现 自清朝起 茅山派逐渐衰落 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 茅山道士们 为抗日自愿焚毁茅山前援馆 而茅山一脉 日军屠路断绝 但残存的茅山道士们 抗日旧国之心不改 依然纷纷下山 因此 对于茅山派和茅山道士 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认知 他们是一群乱世下山旧士 盛世归隐深山的修道者 最后用一首 我很喜欢的诗作为视频的结束 这首诗出自一本 描写茅山道士的小说 青山南祖洪流勇 唯有血肉柱长笛 三尊坐下南辅命 苍生得度 没我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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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屈